学习又好,加班又好,摇曳后该落后不不言,木耳苹果包腰果是常见汤水,中间一家几粒妻子加强针对性功效,不是逆经,两肝明目更适合夜鬼,包腰是都市人的习惯,你可曾把问自己为什么需要熬夜,加班到惨到深夜,一货搞什么搞得三点都不肯睡。 妻子苹果木耳腰果汤,第一口汤清甜微酸可以开胃,苹果肉厚似雪梨清润,汤色清而不滑却腰果,木耳的胶质令汤水更滋润,几颗妻子粉色皆明目,女人熬夜一晚好一惨,男或女也是,一日上班精神差,睡眠不足引起颜色,喉干和徐火上升,而且黑眼圈死产眼周好啊眼, 此时此刻建议大家不要喝咖啡提神,该以汤水清润,除阀,补眼及补育肝肾,中建议日常汤水,木耳苹果包腰果,对经常熬夜的都市人有惊热润肺之效,加上妻子,可加强针对补肾及明目的效果。 妻子苹果木耳腰果汤,材料,妻子二十克,苹果两个,木耳一百一十五克,腰果八十克,睡两升,浇两片,咸,做吧,step一提进妻子,苹果,木耳及腰果,step二苹果不用削皮,切开自饭,step三倒水入炒锅,放入全部材料,step四,大火包滚后,转慢火包一小时, 最后加盐条位完成,按图了解此趟的食材疗效,妻子未干,性贫,硅杆,肾经,又不干肾,云木的功效,研究发现狗妻子除可保护是网膜上的是神经节细胞,以对抗氢光眼外,亦可防止大脑的细胞凋亡,以阻止脑退化症的发生,妻子以名下出产为佳品,购买时,要注意妻子两头是否测白, 避免卖染色品,苹果胃肝,微酸,性凉,苹果有生津止咳,一批止血,清热处烦的功效,适合熬夜后清润一番,黑木耳又称云耳,又丰富营养,又长寿补品之称,黑木耳胃肝,性贫,有滋因润肺,氧胃润肠,和血止血 现代医学研究够发现,黑木耳有多重抗瘾血物质,可促进血液循环,又长血脂及血压的功效,预防心脑血管疾病,腰果,性人,核桃,真子,被人们称为世界四大坚果,腰果胃肝,性瓶,本草食仪腰果主渴,润肺,去板,出痰,腰果可代替猪肉煲汤, 味道更清淺,医生对七子苹果木耳腰果汤使用建议,一七子苹果木耳腰果汤清热论肺,不该凝目,对熬夜过后的烟肝,颜色,白燥又舒缓的功效,适合经常熬夜脊椎地世界杯的足球你饮用,二次汤品适合一般人士饮用,三次汤品一星期,可以用一至两次,如有一问,请向中咨询,喜欢我的文章,请 关注,分享,您有什么功点和想法,欢迎在下面,踊跃留言,和大家一起讨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